有建於南投縣政府財政結局 今天上午的臨時會中 議長何勝峰期盼 縣府公務處提升執行效率 增加縣庫收入 南投縣擁有豐富的沙石資源 而縣府的基金收益卻不如預期 議員賴燕雪呼籲 縣府單位將財務管理透明化 這個數據金額 每一年裡面在這邊來來去去的將近幾十億 那幾十億裡面到底有沒有落實 比如說沙石回饋金 沙石回饋金來到我們帶收專款專戶裡面 有沒有馬上回到我們的支開基金 還有專戶下來的錢有沒有馬上落到專款專用 因為提這個案件 我希望南投縣政府財政受到監督 才不會造成像我們的苗栗縣政府這樣子 財政破產到時候是人民悲哀 中興路第二階段的分紅工程範圍 從德新國小到貓羅西 當中許多都是住戶的私有土地 居民希望縣府能夠徵收土地 議員真正言呼籲 有關單位積極處理 中科對派出所做到電國小姐 這是第一次大 第二次大這真是重要 第二次大就是電國小姐做到網路客家 這個工程看這個我們的感謝我們的館長也有給我們證收 差不多九千幾萬 問題就是說這個地主我們沒有證收他不讓我們做 不讓我們做我有跟我們的幹部主委主辦說 如果證收起來 要照顧大學照顧兩院 議員賴燕雪曾正言呼籲縣府單位儘快編列預算 讓分紅下水道工程完工 高等科技園區的地下牌工程 做一半在甘利山頭前 後面大水就凍在那兒 後面大水來還是說污水 就整個倒灌也來到鎮頭 整個居民都反彈 每一遍喝水 如果大風大都 我就真的整個都去不去 法律還要死 我整個都喝水 我也都要坐消費燈 這樣就要搶修這些老火 這樣給他們去 希望管長 是不是可以繼續的時間 可以完成 縣府相關單位因克盡職責 改善財政結構 並照顧人民的權益 不要讓地方經常抱怨縣府的執行效率 民意新聞宏佳彦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